一直以来在小编看来 小鬼虽然不是组合里年龄最大的一个 但却是少年感最强的一个 不仅看起来很有属于少年的活力 行为处置也像是一个同心问敏的小孩子一样 不过没想到 穿着外套看起来很年幼的小鬼 穿上乌袖衣之后 简直是荷尔蒙爆棚 肌肉分明的手臂 真的是男子气十足 这就是所谓的穿衣显小 脱衣有肉了 王子义在组合里 应该是最热爱健身的一个人 但是虽然他有着好身材 却完全没有向大家分享的意思 所以也不怪他的粉丝 天天在网上哀嚎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看到王子义秀肌肉 不过小编很幸运地 找到了一张王子义穿无袖上衣的硬照 虽然两条手臂放松的锤在身体两侧 但是手臂上的肌肉线条还是清晰可见 看起来就让人感觉荷尔蒙扑面而来 朱正廷因为从小练习中国舞的缘故 他的动作总是不经意间透着些许的柔美 尤其是在他不打人的时候 更是非常的有气质 优雅的一举一动 让粉丝们趁他是人间仙子 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柔弱的人 那就大错特货了 穿上无袖上衣的朱正廷 可以让人看到清晰的肌肉线条 还有手臂上的亲肌 不愧是十二岁八块腹肌的存在 最近网上流出了林彦俊的一组机场照 照片上的林彦俊穿着九红色西装加高领毛衣加红色耳坠 虽然看起来特别帅气吗 但是也让人非常怀疑 他现在度过的季节 是不是和别人出现了偏差 林彦俊的粉丝更是纷纷哀嚎 想要林彦俊像下图一样穿无袖上衣 秀一下自己的身材 十六岁的Justin 不仅是组合理年龄最小的盲内弟弟 还是一个很调皮的凶孩子 据说私底下被队友 爱称为游艇和皮婷 是不是很可爱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弟弟 穿上浅色细的无袖上衣之后 流畅的肌肉线条 简直让人眼前一亮 不愧是可以用肌肉表演BBOX的人 相信搞我女孩应该都知道范晨晨这个梗啊 据说我们的范晨晨同学在大厂的时候 身边的小伙伴都瘦过头的情况下 他自己承认自己吃胖了整整的二十斤 真的是让人想要吐槽不已 不过从范晨晨赶在Mindprocent粉丝见面会 上穿着无袖上衣来看 我们的成城小朋友已经把自己的肉肉锻炼成肌肉了 手臂上鼓鼓的肌肉是不是很吸引人 对于陈丽农 小编最深刻的印象 一直就是那个笑容阳光可爱 性格软萌的超级浓 就算是在出道之后 陈丽农开始尝试各种不一样的舞台风格 但是让小编最惊艳的还是下图 这个穿着无袖踢去表演的陈丽农 这样的手臂肌肉 真的是一个17岁的少年应该拥有的吗 太让人震惊了吧 看来陈丽农沉迷健身 还是很有成效的 看过偶脸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 蔡徐昆虽然犯感很大 但是其实一直都在瘦 尤其是蔡徐昆在表演中不停地提裤子 简直可以算是他的个人特色了 不过蔡徐昆是那种肩宽腰窄的人 虽然看起来很瘦 但是身上的肌肉一点都不少